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黄家兰单板教学进阶篇 今天我们会学习一种全新的滑行方式 刻滑 刻滑会运用到我们的板边的边刃的这个圆弧来替我们滑行 我们会需要用到更高的利刃角度 会适用于更平整的雪道上高速滑行 我们今天会学到的是刻滑的基础 走刃 这个内容适合已经在中级道 甚至在高级道上 能如视频里示范的一样 流畅滑行 弯行对称的各位来学习 还没达到水平的朋友 可以先练前面的内容 事半功倍 走刃时 我们会运用到更高的利刃角度 让雪板的边刃咬进雪里 反刃的圆弧就会替我们转弯 在雪上滑行轨迹 也会变成一条很清晰的铅笔线 要让我们的板刃咬到雪里 我们需要两个动作 第一 是由我们盆骨带动的身体倾倒 第二 是由我们的膝盖以及脚踝关节 还有宽关节所造成的关节折叠 以上的身体倾倒以及关节折叠的动作的时机 以及动作的幅度都要相互配合 首先我们来到平整的初级道 我们横切雪坡去找到利刃提高后走刃的感觉 另外我们要注意在我们横切雪道的时候 可能会影响到正常来往滑行的其他人 我们一定要注意人流量 在人流量允许且安全的情况下 再开始练习走刃的内容 走刃滑行时 我们要把我们的重心稍微往后脚移动5% 让我们的板尾的板刃更好的咬住雪 我们会运用我们的宽关节的移动 来带动利刃 然后我们会通过折叠我们的宽关节 膝盖 脚踝 来更好的在这个利刃上平衡好我们的身体 然后就让这条铅笔线带着我横穿这个雪坡 它会像这样 当我们横切坡已经可以清晰的走出铅笔线的时候 我们可以再多加一点速度 然后让我们的铅笔线的结束的时候 是往山上走的会更好 下一步我们再回到一样的坡度 试一下把前刃和后刃连起来 这中间一定要加上足够的横切坡的距离 来让我们去减速 让速度降到我们可控范围内了 然后再继续走人滑行 然后再继续走人滑行 走人滑滑使用到的雪道宽度大 速度快 在人流量大或者雪况不允许时 千万不要练习 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期的内容 刻滑能带来无与伦比的舒畅感 但是我们一定要在安全的情况下去练习 避免陷入不必要的危险之中 下一期我们会继续研究刻滑 继续提高我们的利刃角度 下一期见哦拜拜 拜拜